说起马斯纯来,小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,虽然1988年出生的马斯纯在1995年就以同行的身份出道,但是要说马斯纯真正的有了自己的名气还是在2014年的黎巴拉一角, 而马斯纯在演技上已经领先了同龄的演员一大步,超多的高口碑作品,还有金马展影后等,生活中的马斯纯就不说了,小弟大家都已经听说了,虽然说马斯纯和吴豪分手让人觉得挺遗憾的,但是这件事走出来之后看以为必是件坏事,至少近日对马斯纯来说可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,把纸干头更进一步, 这不近日马斯纯就现身新剧的发布会,一出场就成了全场焦点,马斯纯近日出席了和陈伟平主演的电视剧《成红年代》的北京发布会,马斯纯可谓是惊艳亮相,马斯纯身穿了一件格子款的短裙衣服, 如果不仔细看,就像一件床搭裹在了身上,让马斯纯显得很是性感,尤其是一双肉肉的美腿,在室内的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,而马斯纯的此次亮相,也真是网友的好评,有不少网友趁以前无论是在作品还是综艺中,马斯纯给大家的都是假小子的印象,而如今马斯纯这个造型,则成了有点风月的女人形象啊, 这双美腿可以给满分,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